這什麼皮膚,這皮膚是製真啦,這皮膚製真已經輸很久了 黑暗也收割 他要拿我當菜女啊這工匯 黑暗收割 節目囂張 謝謝我是一顆小尾牙,開通了超粉 相位難道沒舞台了嗎 相位難道上個版本 打光輝也不帶相位 根據陣容來搭配 閃現這段一個平A,力圖一個閃,一個QA跟緊,再一個點燃,靈光披風,再一個平A,再一個平A,輕鬆斬傷,細節,決定成敗 王者 絕費委 聽說你要點我餐 這波我們認一個W,很隨意的一個 甩技能對吧 在二段W拉回來一瞬間,他以為已經躲了,我們閃現突然調整一個聲位,去接到這個技能 逼出閃現,我們再一個QA,靈光披風點燃 收下 真是可憐 咱們打這種有控制的法師,只能忍他用這種消耗型技能,消耗我 我躲掉了我就直接進攻 他的死亡原因是因為他把Q放了 很突然 就很突然 當我閃現他也閃現逃跑的時候,但我 我的靈光披風加速就可以追上了 他跑不了 雪子滋味和 悶然衝擊怎麼選擇? 悶然衝擊就是一個 穿甲 讓你傷害更高一點 雪子滋味的話可以保持血量 因為你打長手的時候他們不是會消耗你嗎 他消耗你 你打到他就可以回血 更好的抗壓 一個是更好的抗壓,一個是極致的 極致的傷害 看你個人 哎喲我反應慢了,我插下去的時候 74啊 但我W沒反應過來 哎呀我這麼反應快是不是能搶到啊 我從不妥協 錯過了一個E 只有傻瓜才會為榮譽而獻身 啊,這都能被跌倒 啊,這都能被跌倒 不要放太多 OK,又被愛到,得到了 進入來的第10年居然是一個T殺 OK 我用到下一個T殺 你游到下一個T殺 我需要你游到下一個T殺 我能去打破 我還是要把氣球 你游到下一個T殺 我怕被刷刷 我怕被刷刷 X2 歪了 诶 WTF 那里还有个眼啊 应该是哈马,前面防止他们要打小龙,放的河蟹眼 我刚才这波有一个奇思妙想你知道吧 大伙应该看得懂我刚才想干嘛吧 来给董哥解释一下 无处可藏 跑台 不是同时用了吗 他的闪现比我快个50秒 没事这个闪现打出来也够了 出局 只有少华 雙餐那裡絕對是有眼 不然的話我原地不動 他過來刷河蟹他肯定死了 等他來刷眼 我原地不動 靠近一瞬間 突然爆發 人頭就到手了 那個真眼都被他發現了 你開車呀 A閃 打開 不慌 走 走 走 怎麼動不了 開R啊 這沒閃現攔助呀 這波 最正確的是 開大風路 這樣他跑不了 抬空了也無所謂 沒事 環面就要談了 大伯 因以為見 直播今天打野玩家扣音 這屬於是錯誤示範 對 就是這樣 你看 抬不到也無所謂 因為路已經被封住了 他沒閃的 焦閃 兄弟 OK 沒事 無所謂大人 焦閃 一個能跑 不過一換一也不會 對面 我要三個人 快走 心之鋼 不要妨礙我 對面 他們活不長了 誒 这一波WR 二段W如果中的话可以近战AQA 但二段W被他躲了那就算了 这里好像不用回 先被他直接秒了 可以再吃一杯 跑车不要了 跑了 兜兜了 为什么我过去他过来量级反转 拖过了一个E 我好像错过了什么 我助攻都没有 亏了呀这波 我手心塔下亏了一波炮车兵 加起来200块拿了个助攻 提斯又亏了几个兵 赶走挖掘机 结果助攻都没有 我从不妥协 这么热情的吗 打光辉的话水银鞋就可以了水银鞋直接拿下 我可以猜一下 赶紧一下 赶紧下一件装备出什么 我只能说一个暗示 有CD 人有点多 他把两边都差不多 我肥的是挖掘机 水银还是有实力的 但他拿这个装备盯着我好像有点难打 W挂掌Q啊 拜拜 快断啊 跟踪 哎兄弟他没闪的好牌 过去一个 Q W压起身 大乱斗 大乱斗兄弟老鼠好像来了快走啊 帮他掩护一下 怎么还有人说攻园湖的呀兄弟 现在攻园湖改了 帮云玩家 他的合成路线 不是去出短臂了 刚才我看我问打野玩家扣1的时候有的兄弟说云玩家扣几 没想到真有啊 这一把啊我们不是第一件出了幽梦嘛然后由于对线光辉 需要出水银血所以我们第二件必须要出这个有cd的刺客装 那我们不可能出第二件出夜的风刃因为水银血已经有一件了 那咱们第二件的话版本强势加强过的装备 再适合再 搭配上我们国普的打法 狂妄 一会儿给大伙看看我的DL 先从黑铁DL开始 来 开他 不用怕 开团 打 大招 过去一个AQA秒掉老鼠 S一个W 收下 扣一下 我对面怎么一直来找你 兄弟 当你的对局遇到刀尬的时候你 你也会抓我 很正常习惯就好 多看直播 看直播你可以学到主播的反感 你说对面为什么一直抓我我只能说 想赢那肯定会这么做 基本操作 当然 孩子的挨刀太热情了 想要跟主播共舞一番 OK 我雕出来了 诶 什么Pose啊 这是翻墙的姿势吗 OK Olig 踩他 好踩 翻过去一个大招 隐身 过去一个Q A刀 卡钱 好吃 好恶的 AQ 第2个 S 本下 A 哎 什么断了 白影 这把刀 是我的最爱 为什么主播这么晚才播 假粉丝 假粉丝 你先看一下我叫什么名字好吧 我 我把钱 W 进战 误为 走 夜刀神 知名其义 夜里的神 我夜里不直播 我什么时候播 白天不无要被虐打哥 白天玩不了 买 我把刀 买错了 点错了 兄弟 买错了 点错了 兄弟 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现身 这个太早起步来了太真实了吧 也是我白天主要我也在白天我在睡觉 W挂伤往前一个Q闪R 不用看已经死了 我惊了 还得再杀几个人可以王者呀 博金 翡翠 翡翠加一算死两个大师 冲死 再杀五个人 再杀五个人王者 这个版本 狂妄加强了 如果你前面出的装备 外加你出的水银血 那你的第二剑可以稍微 往这个狂妄去偏离一下 W挂伤 走位这段 在这儿兄弟 好 直接飞吗 电队 让他那边一起去来 去回 弯过去大招一个A去我们开吧 往前一个翻墙 完了 没完 来 看看我的雕 怎么才钻石啊 这是钻石还是大师啊 好像是大师呢 那是钻石还是大师的吗 走位 上车 对面的啊 对面的我就上不了了吗 咱就不能滴滴打车吗 就共享一下 他们活不掉 差个来 来的我开个上电视 重粉模式平时一块钱卡牌子通知重粉只需要一毛钱一毛钱就会用我夜刀成的牌子还可以上龟兵鞋 顺便抽一个打号兄弟们大师级以下 想要打号的想让韩服千分 上你的号教学的兄弟们都可以参与优势文中修身烈士女分翻盘 一毛钱就可以拥有主播的红色牌 顺便还可以抽一个打号 一天只能开三次兄弟们 专门给新来兄弟们开一次重粉 仅限十分钟啊 谢大悟兄的小月亮 中施了 多么帅气的英姿啊 杀了两个人才晋级中施那刚才是 刚才那个是大师是吧只是他晋升的有点慢 先一秒钟晋升忠实 老下一秒有延迟再定级王者 我只杀了两个啊 金字散光 帅不帅 看看我的轩踩掉兄弟们 卧槽 这个是什么 那是我的 后面那个回程的Pose啊 后面的墓碑看到没有 无处可藏 OK 是这样的 原来这个 原来他摆的这个Pose是我回程的知识啊 我刚发现 我对你老讨厌 我对你老讨厌